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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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人生武含 念果渡劫院在上面用這人生武含 這個片子是2011年 2011年 我2011年開始進去小 etmek 但是是2012年代表年中才開始拍攝 大概排到2015年 現在是二零一六年 本來要在二零一五年上了 那後來因為 因為內生無常 所以後來就 就跟原本的計畫都不一樣了 那後來在二零一六年上 二零一六年四月 今年的四月 我重新看了這個片子 決定這個片子應該要 應該是要 放到社會上來跟大家對話 所以我在二零一四年的四月 找了 我的好朋友 我的導師看著我一起成長的 王拓 如果當然有看到片尾的話 今次是王拓 我在今年的四月份 我就找了頭哥一起去看這支片子 然後 他就問我說為什麼想要拍這個片子 那我就說 也是一樣 就是王拓智最後面講的那句話 那我剛剛講說 其實 我說我到現在 我還是很疑惑生命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 在我的生命 我算是一個很幸福的人 我的爸爸媽媽現在的身體都很健康 我的家人兄弟姐妹都 都在身邊 都非常的好 我跟頭哥講說 我還是很難 體會很難懂 那個痛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痛 那 他就告訴我說 他 今年 73歲 他說他大概還有十年的生命可以活 那 他也開始在思考生命是怎麼一回事 這樣子 他說他也還在學習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就透過這支片子 一起來 學習 怎麼好好的道別 怎麼好好的跟自己的生命對話這件事情 但我說我還是不懂 因為 可能因為我太年輕了 可能因為我真的太幸運 所以我都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我不懂那個空掉的感覺是什麼 空掉的感覺 在窮銀村裡面 我有一種很深的感受 那個感受是什麼 就是 就是空 但是那個空是我外人感覺到的空 是我自己感覺到的空 所以我 我 沒有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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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們明明就是在講這些 很有趣的事情 或者他們就是在跟你講笑話這樣子 但這個笑話講一講 就突然停住了 就突然空掉這樣子 那我作為一個旁人 就是我能夠感受到他空掉 但是我沒有辦法感受我自己空掉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我就跟土格講說 這個片子我還是不大懂 就是我一直到拍完了 然後經歷過了那麼多的事情 我就重新再來看這個片子 這個片子要發了 我還是不懂 我還是不懂那個自己內心裡面空掉心 空掉一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學習這樣子 這個片子 然後我做到這些片子 我還會跟我講 就看我去做 然後就看我去做 所以我去做 讀書就是我去做 什麼 然後就要做 我去做 然後就要做 我去做 我去做 然後我去做 你回來,我們好好討論一下 我認為這支片子應該 以後要怎麼跟觀眾對話 然後要說什麼事情 然後 他說他 這幾天,我不在台灣的時間 他一直在幫我想這些事情 我還跟他開玩笑說 國際電話很貴,回去再講 他說我老黑了 你沒有跟我說說什麼回去,我會再忘記 所以那個電話大概講了二十幾分鐘 換掉電話,我還是覺得國際電話很貴 7月29號晚上,他就送到家務病房 心機梗塞 然後 8月9號 很久 8月8號、8月9號 就 然後 我其實不覺得 很貴重 後來 媽媽 還有 所以我大概就把我經歷過的事情 就是很舒服地告訴各位這樣子 大家看到什麼那就是什麼吧 大概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剛看的時候 我從流到尾沒有說什麼 沒有聽到配樂 沒有聽到什麼音效 我不曉得各位朋友有沒有發現 整個片子就是這樣 很自然的就是這樣子發展 到最後我很想知道故事是什麼 可是最後我感覺到這個故事還是沒有 它是沒有結束的 我不曉得各位看見了什麼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那導演他很貼心 他準備了千名的海報 已經準備在那邊 那八問的朋友呢 因為我們有 我們希望可以給在座各位美人 都一份千名的海報 但是因為數量很有限 所以等一下 提問或是站起來分享的朋友 我們導演這邊準備的海報 就表示一下心意 送給其他分享的朋友 或是提問的朋友 再幫助一下 大家提問之前 我想先說一句話 就是 我很謝謝你們 都沒有離開 因為 其實 當一個創作者很殘忍的事情 就是電影結束以後 看著觀眾禮去這樣子 我又不能擋在門口這樣子 所以我非常的感激你們 非常謝謝大家很願意坐下來 謝謝你們 謝謝 不要客氣 不要把機會讓給我 不然我要講話 我覺得你們好像有什麼要講 沒關係 來 想請問導演 因為音量很大 想請問導演就是如果說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是還在小林村那裡 那邊在過生活 那他們有沒有比較缺乏什麼哪方面的資源 就是您在那邊拍了那麼多你的這個紀錄 就是有沒有缺乏哪些資源會 希望說大家能夠去幫忙他們 謝謝 謝謝 我記得我在拍這個片子的過程裡面 他們不是都有一件衣服嗎 小林的那個衣服蠻好 那我當然 因為我在那邊待了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我也有那件衣服這樣子 有一次我在台北 有一次我在台北 我出門我就隨手穿了一件T恤 就出門了這樣子 那一天好像是去動商業大樓吧 我就穿了那件小的 上面就寫著小的那件衣服 我就進了電梯 過了沒多久呢 就一群上班 上班族吧 大概就也進了電梯 他們就看著我 我就看著他 他們就一直看我 那我們就在電梯裡面 安靜了一會兒 等到那個電梯快到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女孩子 就從口袋裡面 掏出了兩千塊給我 她就告訴我說 保管了嗎 我 creo 在這位置 我會說 其實什麼要不做 最好的一切 在這位置 我會問我 就是 我是 那一切 是 我會問他們 你要去想 我就想在電梯裡面 가지고 你 他還這樣 所以我會問他 家具是新的 他们家 一个人过世 政府 补助110万 但是呢 生命在那个当下 就被用很多的数字 化约的计算 但是 我刚刚为什么讲空的那种感觉 可以看到 那小年春好像也很热闹 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有很多祭祀的活动 祭祀的时候很多人 品牧组的业绩很多人 这样子 你知道吗?在品牧组业绩的时候 其实你去到那个村子 是你找不到地方住的 因为太多人了 很多外地回来的 或者是很多做研究的 你会发现 在我们拍业绩的时候 会有闪光灯不断的闪 会有很多人 但是 业绩结束以后 的隔天 应该是当天晚上或者隔天 因为那边不方便 在山上 所以大家全部都下山 全部都下山 我就 就是突然之间 很多人很热闹 还有白夜市 然后突然之间 第二天又全部都 什么人都没有了 又全部都下山了 然后留在那边的人 因为他就继续很 纯粹很单纯的工作 这样子 他每天起来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其实这个故事一点也不精彩 因为 宫瑞琪的生活就是这样子而已 他每天就是到田里面去看 看他的阿里卡 而且半天而已 回来就是坐在机梯上面 聊天 要不然就是发愣这样子 我去的时候 其实都还有人可以聊天 那大部分的时候 因为 其实我在那边待很久 所以第一天第二天有天可以聊 到第三天第四天就每天可以聊了 所以他空掉我也空掉这样子 但是那个生活就是 就是如此缓慢 如此缓慢的 但是物资其实不缺乏 比如说我刚去的前几个月 我每次都会习惯 因为从甲仙那边 再上去就没有7人了 大家现在对文明的程度 大概就是有没有7人这样子 那甲仙是山中 如果要算三下 应该是齐山美农 齐山美农 然后中间就是甲仙 甲仙再上去就没有了 那我每次从齐山美农上去的时候 就会习惯 带米啊 带农产品啊 然后到了甲仙的时候 在想说我还需要再带些什么这样子 每次每次我都会习惯带很多物质上去这样子 但是后来久了以后 大概 后来我们都很熟了以后 其实我每次上去就是带酒 就是带酒上去 因为我知道其实大家需要的是 喝酒聊聊天 最需要的 当然不是最需要酒 就像回家 然后或者说去找朋友这样子 对 我记得您好像在那边待了好几个月 我刚进去三个月都没有拿摄影机 那后来的三个月拿的摄影机是假的 里面是没有那个记忆体的 没有 因为前面 因为那边太多摄影机了 如果你们在影像里面看到 或者大家对小影像还有影像的话 那个时候 其实还是很多摄影机在里面 每个人都很忙 大家忙着要面对镜头回答问题 忙着这个忙着那个的 所以我刚进去其实 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所以 那后来跟这个里面的朋友 跟翁大哥熟了以后 有一天翁大哥又问我说 你不是导演吗 导演应该都是跟摄影机在一起 我怎么看你都没拿摄影机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能是假的 那我就问他说 所以我可以拍了吗 他说对啊 我以为你在等什么 这样子 你再不拿摄影机 我会觉得你是诈骗集团 对啊 可能 可能 所以后来 我就带了一个小的摄影机进去 但是 可能他也 应该是说 想村里面的这些余生者 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个很 很动能的故事 所以他们也 很多摄影机也都曾经面对着他们 他们也都很有经验面对摄影机 这样子 所以当我把摄影机拿起来的时候 其实 他就会告诉我 我不用问他都会跟我讲什么 你应该取哪个角度 然后我要讲什么 你就要好好拍 这样子 有点类似这样子 所以 所以其实我 前面 开始拿摄影机的前面几个月 拍的东西也都没有用 这样子 一直到最后 其实他已经完全都 都不care 有摄影机这件事 完全都忘记摄影机这件事的以后 我觉得 好像这个时候才可以开始 开始进入 要做的事情 这样子 对 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我想讲个故事里面有讲你的那个 所以 我说 曾经有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他们要烧那么多纸钱 烧不完 我说 因为家里很多人过世 很多人过世 所以清明节要烧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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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纸钱 烧不完 就是里面在烧那个纸钱 那个温慧琴说 他等不了他们 不知道要烧到晚上 所以他自己弄了个炉 那个正在烧的那个 那一对夫妇 他的两个儿子 他的 爸爸妈妈都过世了 他们在 爸爸封山的时候 在阿里山做茶 想起来很多人都是在阿里山做茶的 那他们回来以后 就 这个家就空掉了 这家就空掉了 四个人过世 一个人领110万 突然之间在奈上之间 小鱼村走在路上的余生者 每个人都是五六百万 的这个身价这样子 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快乐 五六百万有时候对他们来讲 搞不好以前是一辈子很努力赚 很努力赚都赚不到的 这个数字 但是突然之间他们每个人都是五六百万 那这对夫妇 他们 从那时候开始 这对夫妻 都已经五十五岁五十六岁左右 但他们就是 这对夫妻 每天都去做的公寿运 想尽办法的去做的公寿运 这样子 我之前曾经也有派过他们针子 但是我 因为我每次跟他们到医院 我其实都很想告诉他们说 不要再做的公寿运 那真的很痛苦 对 因为有过那个经验的人应该就是 就是妈妈每天都要打 打好几针这样子 而且是打在 打在这个肚子上面 因为那个针是那个荷膜 每天都要打好几针 那年纪越大当然 失败的比例就越高这样子 那他们就 呃 不断不断的去做 做一次人工收入 大概要花十二到十五万 那 中间数不清楚 到底失败了几次 到底花掉了几百万这样子 但是他们就是 他们的生活就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就是想要把孩子生回来 那里面每个人 所以他们里面说以前 他们的北极殿 是没有供奉 住身羊羊的 但是 芭芭芳佛摩専以后 他们 新盖了北极殿 他们就供奉了住身羊羊 这样子 嗯 所以 有的时候 呃 比如说有的时候需要的其实是朋友的陪伴 或者大家來聊聊天 有的時候我們可以給的 或者我們可以陪伴 或者我們可以學習的 有的時候我們還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說怎麼學習 比如說像這對夫婦在做人工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我心裡面其實有很多話想要說 但是我後來想想 我覺得我想要說的這些話 都是一個很不成熟的人 我要說這些話 你怎麼又沒有那個話 你怎麼會杜鬼 你怎麼有這個無常啊 你沒有遇過你不知道 那個痛是什麼痛 那個渴望是什麼渴望 那個對新生命的渴望是什麼 我不懂這樣我不懂的話 我怎麼可以去告訴他說你不要了 所以 對啊 所以 所以我們沒有受過那種苦 我们真的没有值得去告诉人家 或是去说什么 也没那么严苛啦 但是我觉得 对啊 就是我还在学习 我们说同理心 到底什么是同理心 其实我还真的是还在学习这个部分 所以天理的问题也让我想 我到底这些年来我给了什么 其实我从那边拿到的更多 比如说我其实没有给什么 以后可以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就是对啊 谢谢 是不是还有 先给那位女士 我们在我们一起九点以前解释吗 我想请问阿兵导演 就是可以请问两个问题吗 一个就是说这个小林她是皮肤五层嘛 她第一个就是说她常常就是有很多的北光灯 去到那个地方 那这样子 不知道说对这边的人对于被拍摄 或者说被拍纪录片这件事情 有什么影响 然后他们的在他们文化里面 对于生死的态度 是不是也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知道说您是又是演员 又是剧情片跟监片的导演 后来也是立委参选人 后来现在是文化局长 所以你知道人生多么无差 对对对 那这样 因此就是在对您这么忙碌 又很丰富的生活里面 不知道说拍这部片子对您的生命来讲 是会跟其他的状态是一种会有什么样的冲突吗 或者是什么样的互补 好 谢谢 第一个问题 其实虽然小林村是平补柱 但是你会发现 他依然是平补柱的祭典 跟其他原住民的祭典 其实他汉化的很严重 包括他的语言 很多的消失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祭典 其实是后人加上去的 所以对生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 或者是什么 在我的观察里面 其实还是又回到传统 这个汉人的仪式里面 倒是这个所谓平补柱 对生命的特别的仪式 我到里面还真的没看到 可能是因为我观察的还不够 但是在我这几年来是没有看到 第一个问题有两个 第二个是什么 美光灯 的确是这样子啦 因为 就是我也曾经被当作是 那你的备额被拍过这样子 一直问到最后我才跟他讲说 因为 其实我不是这个 他说你不是为什么我问你那么久 你都很不赶快成为这样子 其实我是愣住我在想说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哪 所以 一来是那边的摄影机真的很多 比监视器还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 摄影机啊什么的真的很多 不过消失的也很快 就是事件 发生完的话没多久 只有此后一个摄影机的离开也很快 因为没有故事啦 人们不再哭泣啊 人们不再哭泣啊 也没有什么 画面拍起来是如此动人的 所以 所以后来 其实很多就离开了这样子 那 我觉得 就是这些摄影机离开以后 我比较好工作嘛 比较好拿去摄影机 那的确摄影机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拍摄 拍摄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 我到现在也还在思考这个部分 有些难关我有度过 有些难关我没度过 比如说像阿露 阿露其实从头到尾是非常反对摄影机的 一来是他的这个 新住民的身份 二来是当然他在面对摄影机之前 曾经被不友善的对待过 就是这个摄影机对他的霸离跟歧视 他会认为 你是 所谓的外籍新娘 你是外籍新娘 那你现在 你领了这些钱以后 你要做什么 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 所以他 其实对圣机是非常排斥的 非常厌恶的 所以我刚去的时候 其实到后来 到后来其实拿了圣机 他也告诉我说 不要拍摄他正面 不要拍摄他正面 因为到后来其实他是 包括后来他要生产 他跟我说 你要不要陪我到餐房里面去 我说你应该叫你去餐厅 他说这个 你要带摄影机进来拍 那后来的确是我们摄影机有在餐房 架了几台摄影机 这样子 我后来就把里面的影像全部都给他 但是我完全没有用 你们有看到 我完全没有用里面的影像 对啊 因为 我觉得或许我克服了 或许我没有克服 我现在也还在学习这个部分 大概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 其实就是人生无常 对啊 做过很多事情 但是 但是我一直认为不冲突 不冲突 我当一个演员 很多人对我的 在戏剧表演上的认知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角色 我当一个演员 我通常都会挑一个 比较舒服的 比较轻松的剧本 喜剧的角色 比较温暖一点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 我当一个导演 是我想要透过影片来说说话 那我当一个演员 其实是我想休息一回 其实我想休息一回 这样子 真好 你当演员还可以挑角色 可是作为一个人 似乎没有办法挑角色 对 所以这个就是当演员的好处 真的 就是作为一个人 没有办法挑角色 但当一个演员 你可以今天演 有机会 有机会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要员 要有机会 有机会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 大运人真的是 很幸福的事情 非常幸福的事情 你可以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经历过这么多角色的生命 因为 那个演员是 你要进入到角色的生命里面去的 那你可能就在三个月里面尝试了一个新的生命 过了这三个月以后,你又换了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人生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呢? 你可能今天再当教授,明天就当工人了 对,或可以去做打扫的 对,对,对 那你今天当立委,那明天你就是扫地的工人了 所以你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 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但当一个导演就不一样 当一个导演其实 我的作品大概就是 有一定的想要说的事情 想要说的话 这一阵此后 然后之前的那个年晚的旅程 谈的是原住民跟都市 部落的原住民跟都市原住民的问题 这样 那不能没有你谈的是底层劳工 底层劳工的困境 这样子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我每部作品都想要说说话 透过作品跟这个社会大众说话 这样 其实也不冲突 也不冲突 我真实生命里面的角色其实也不冲突 一个部分是 我是鹿港人 我彰化鹿港人 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回去家乡 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很幸运的事情 因为我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了鹿港 在台北流浪 然后 然后 有机会可以回去 那我也告诉自己 给自己 两年的时间 然后 重新回来这片土地上面 重新 因为我这些人都在写别人的故事 写高雄的故事啊 写新竹兼职的故事啊 我的作品好像从来没有写过我自己家乡的故事 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对家乡是如此的陌生 所以我给自己两年的时间 回来故乡做一些事情这样 那两年后我希望可以继续 有好的故事继续的创作 谢谢 我们再一个问题 那个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有一种感觉 如果没有把时间先停一下的话 会聊到明天早上 这边也不能喝酒 所以 来 好 就是这一个问题 那其他可以再跟导演 导演等一下告诉我们Facebook 你的粉丝页 大家可以上去聊一聊 好 我问一个很简短的问题 导演因为我只想问 因为刚刚我本来其实是以为 镜头最后是会停在 一个有点像这个一样 就是越开越远的一个 就是这个车的一个情景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之后 就接了一个很美的 有点像是延迟摄影一样的镜头 然后就又出现了这个主角自己说的话 他就说的大概是一个生命无常 这样一句话 然后我就想问说 嗯 就是 就是没有接这个镜头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 哎 就是这个片子就 运 运未悠长 就是 大家可以各自 就展开自己的想象 或者想法 但是就是 因为接了这个镜头 我就觉得哎 好像感觉 嗯 有一种自己的思考 好像被 这个片中人自己的这句话 就是卡住了的感觉 那我也想知道 当然就是我自己一己之见啦 我就很想知道 导演就是这个 最后这个镜头 您的一个思考 谢谢 嗯 谢谢 我其实我坐在紧接室的时候 很多颗镜头都可以结束了 哎 但是 我 就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那个感受是什么 就好像 其实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结束了 哎 比如说 他生了小孩 他生了小孩 应该就是一个happy ending啦 那happy ending 就应该要收掉了 这样子 然后或者说 如果 如果 您有仔细发现的话 其实我的剪接是跳钥匙的 所以曾经 这个光瑞琴自己看完也跟我说 这个光瑞琴怎么一下子大一下子小 这样子 怎么跳一跳去这样 所以我的剪接 我是故意把那个逻辑 顺序逻辑 该满足 太满足了 你看就像她的公困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也都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些东西 就是这样子大跟碾 那些东西 应该是 就是那個車子開走了 然後音樂起來 然後是摸上 這樣子就是結束了這樣 那就表示 很多片子都這樣子做 這個當然是所謂專業的想法 就是那個一般的電影公視 所以導演不套公視了 不是不套公視 是我不大會公視 是真的 我說那個是一般的 可能是製作片子的 就是公視吧 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 實際的狀況不是這樣子 我只是 告訴我的解決說 實際的狀況不是這邊就結束了 實際的狀況其實後面又怎樣 所以當那個雲霧飄渺中 那麼美的一個鏡頭 然後車子彎彎的開走 開走以後繞個彎 生活又要開始啦 又有一個新的生活又繼續開始 所以 後面的那個山雲霧 其實就是一個安靜的心情 在那個安靜的心情裡面 你看到溫度器 他其實車子並沒有 並沒有 這樣就開走了 所以從此 這個王子公主就過個心不快的日子 其實並沒有 他在一個人開著車 然後我們帶到他認為是他的家的 那塊記憶的那個 那個磁磚 那個黃色磁磚 他自己一個人開著車 在那個黃色磁磚 那個路就繼續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這樣子 我覺得 這個大概是我個人的印象 就是因為我常常上山 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常常上山 其實我常常有時候會覺得 哇這條路好長喔 我好像一輩子都走不完的感覺 我在天氣好的時候上山 我在下大雨的時候上山 我在清晨的時候上山 我在半夜的時候上山 我每次的時候上山 我都會覺得這條路何時才走得到盡頭 何時才開得完這樣子 所以後來其實那個是我那個當下的感覺 後來其實我就把這個心情 放在這個片子裡面 拿來跟大家說說話這樣子 那個可能是我自己心裡面的那一條 那一條路這樣子 也有可能是 他們繼續要往前走的那一條路 當然也有可能是觀眾 自己要往前走的那一條路 大概是這樣 謝謝 謝謝 故事沒有結束 還要繼續往前走 今天晚上非常感謝各位的蒞琳 而且我可以看到幾乎沒有人走掉 那邊走來走去都是工作人員 非常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陳維編導演 新直到現場來跟我們大家對話 那這個時間一直走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準備要離開這邊 然後回去繼續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故事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 然後我是這部片子的宣傳我叫大貓 然後謝謝今天大家來支持此後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 是不是可以拿起你們的手機 看一下幾點了 我們要拿起手機 然後呢 幫我在FB上面搜尋此後 好不好 現在 然後之後幫我們按個讚 那我們此後的票要怎麼買呢 因為我們10月21號會在台北光點 台北還有台北成品電影院 那高雄是189博二電影院上映 那如果要買票的朋友們呢 你們可以就是上Findly 就是一個募資平台 大家應該都知道Findly 上面也是可以搜尋此後 那我們在上面呢 就是有就是售票的部分 然後在下面買東西 會有一些小禮物可以贈送給大家 當然千里海報 還有我們這次特別製作的庫卡 它其實很不一樣 它其實像幻燈片這樣子 對 那這些東西也都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謝謝大家今天來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 跟我們一起進戲院支持之後 那結束之後呢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方便留下來 我們可以拍個大合照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這個庫卡其實 我們的美編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看完這個片子 它印象最深的就是它去立的那塊紅色的牌子 然後我的美術它就告訴我說 它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紅色的牌子 去思念的地方這樣 所以它就做了這個東西 其實我還蠻感謝它的 對 剛剛大家如果能夠Findly 就是此後 然後或者是那個陳文斌的網頁 因為我們此後跟那個陳冰的粉絲頁 會互相的連結 所以就請大家把這個故事給 就說出去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此後 從此刻開始以後的讀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